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這一集我們要對集合補充一些 他的知識跟提醒 集合的描述其實有兩種形式 一種叫做列舉法 一種叫做描述法 列舉法就是把你這個集合裡面 所有的元素都列出來 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 就是我們班上有1號2號3號4號5號 這樣子都列出來 那描述法是說 我的集合裡面就是一些 這個 然後這一些這個 這裡會一槓 代表後面是他的條件 這些這個要滿足後面的條件 那所以有一個小小的知識 就是如何把列舉法改寫成描述法 那如果你前面有學到那個數列的知識的話 他其實有一點點類似要你寫 數列的一般式 就是AN會等於什麼 幾N加幾這樣子 那所以說如果今天我的集合是1357到99 我跟你說他就相當於說這是一些什麼 這一些什麼是X小於50 而且X是正整數 那是什麼 那這當然就是填一個就是X的數值 有一個有X的數值 那要填什麼呢 尤其就是如果你以前前面有學到數列的話 其實連續激數 這是連續激數一個很常見的描述方式就是 2N-1 那我們這裡是用X 所以是2X-1 當然呢 我不是這個說就是就一定答案都是這個 你寫完之後最好去檢查一下 我如果從1開始X小於等於50是正整數 所以X會從1開始 從1開始的話2×1-1是1 到50的話2×50-1是99 沒有錯啦 這題是這樣的 下面這個呢 反過來說 我跟你說 我這裡面放的都是一些X 怎樣的X呢 他會滿足這個條件 X-1×2×1-3等於0 那我們知道這個東西解出來答案是X等於1或2或3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前面的條件就是1也放2也放3也放 這樣就是列舉法 下面這個呢 按個暫停自己想一下 那要注意一下 這題跟上面這題不一樣 X-1的平方是一個 那個完全平方式是恆大於等於0 X-2的平方也是大於等於0 -3的平方也是大於等於0 三個大於等於0的東西加起來等於0 其實我們在國中就看過這種問題了 就是說X-1絕對值加一個-2絕對值加一個-3絕對值等於0 那就是說這三個東西都等於0 那也就是X既會等於1 又會等於2又會等於3 答案不是1或2或3 答案是不存在 不存在的話呢 你可以寫一個空集合 或者你就空的不要寫 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的數字是-2-1-1-2-3-4-5 然後跟你說 這是一些X 它是X怎樣的絕對值小於等於什麼 這是考高1上絕對值不等4 還記得嗎 你的絕對值不等4要怎麼取啊 我從-2到5 它是X到什麼的距離小於等於什麼呢 到他們正中間 那-2跟5正中間的話 其實是不是一個整數 它是2分之3 然後小於等於2分之3到5之間是2分之7 減2分之3 小於等於2分之7 這樣你就會取得這個-2到5 然後裡面的整數 可以嗎 不過這種題目要留意一下有沒有這個等號 如果沒有這個等號的話 那你到5要含有 結果它這裡沒有等號 你就變成要數去下一個 你會從那個-3到6抓 中間還是2分之3 但是長度會變成2分之9 下面這裡 這些東西是一些2X 那這個2X符合條件 它的X要在1到50 而且X是正中的數 也就是X是12345到50 的2X 所以它其實是 24680到100 總共50項 我們可以透過總共幾項這件事情 來檢查一下有沒有符合後面的去處 總共50項 因為它有1到50個正整數 然後它是他們的2倍 那下面這個呢 下面這個它是 關號裡要填一些X 這些X是怎麼樣呢 它的2倍會在1到50之間 所以跟上面在題不太一樣 它的2倍會在1到50之間 然後它本身是正整數 的這些X 2倍會在1到50之間 本身是正整數嘛 所以這個也是從1開始嘛 對不對 那從1開始2倍是2沒錯嘛 所以它其實是怎麼樣 1到25 的話它的2倍就在1到50之間 那不能是0 所以是下面兩題按暫停自己寫一下 寫完再繼續往後看喔 我這裡要放的是一些2分之X 這一些2分之X呢 它是X要1到50的正整數 所以它的X是12345到50 然後我要放它的一半 所以它其實是2分之1 1 2分之3 2 2分之5 一直到50的一半是25 這裡總共有50項喔 50項都要喔 那如果是在下面這個呢 我要放的是一些X 這些X 兩倍之後是1到50 而且它兩倍之後是正整數 重點來囉 那X自己是不是一定是正整數呢 其實不一定喔 因為它兩倍之後是正整數就可以了 然後它兩倍之後是1到50就可以了 所以它自己本身 它自己本身 這個兩倍之後會是12345到50 的正整數 然後我只要它的沒有兩倍的話 所以這題的答案其實是 兩倍之後再1到50 而且兩倍之後是正整數 所以這兩題的答案其實是一樣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啦 其實它大概 就有點像是我們在數列那個單元 就是要你們去寫一般式這樣子喔 所以說去寫出這個數列的一般式 它會符合什麼情況呢 那你會發現它的2一直在次方嘛 所以沒有做它會有一個2的X次 可是2的X是不對耶 因為如果X等於1 它X正整數嘛 小於等於多少 所以X會從1開始數 那如果X等於1的話 應該要從2的一次是2開始 所以我這裡其實是2的X減一次 2的X減一次可是也不對啊 因為2的X減一次 它要一正一負一正一負啊 所以它其實是-2的 X減一次 那可是也不對啊 因為-2的X減一次 如果-2的X等於1開始嘛 這樣是0次嘛 -2的0次的話呢 那是1可是它是負的啊 那-2的1次是-2可是它是正的啊 -2的X減一次 那這個就沒錯啦 這裡面的X是正整數 從1開始的話是0次到多少呢 注意喔 這個是2的9次 可是因為我們X減過1嘛 所以它X是小於等於10 那這個就是關於集合的一個姿勢 就是列舉法跟描述法 那我們之所以沒有在前面講這一題 除了它 你可以看到它跟後面的排列組合 比較沒有關係之外啦 就它其實著重在解它的一些難的地方呢 不是在對集合的知識本身的了解 而是在於對取得一般式的能力 或者在這種推論 這也算是數列的推論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數學知識 所以我們在之前就沒有先教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集合知識 不過也因為就是在排列組合用不到 所以我們也沒有講 什麼呢 就是 集合只在乎有哪些元素 重複描述 順序對調 是沒有差別的 也就是說 例如345 跟543 是同一個集合 然後33345也是同一個集合 就是說你重複講對我來說沒有用 我只在乎有什麼 所謂的有幾個 是不管重複的 你33345 對我來說就是有三個元素 所以3和4和5這樣子 懂這個道理的話 就根據這一點衍生出這樣的問題 如果A這個集合是ABC 然後B這個集合是A-1 1和2 這個A就是這個A 跟你說這兩個集合是相同的話 那ABC 可能有幾組結 那集合A可能有幾種 注意一下這個ABC是數字組 就是數字組合 A等於多少 B等於多少 C等於多少 答案會有幾組 這一題算是有點難 它的 你也可以按暫停想一下 如果甚至可能你有解過 你也可以下次再做一次看看 它的切入點是來自於這裡 就是A不可能等於A-1 也就是說 A只能夠是這個1或2 那如果A是1 A-1就是0 也就是說 B這個集合 也就是A這個集合 就會是012 這個集合 那A是ABC 然後我已經知道A是1了 也就是說EBC會等於012 那當然也有可能怎麼樣 A是2 A是2的話 A-1是1 那麼A這個集合 也就是B這個集合 就會是112 可以嗎 我先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所以說A是1的話 EBC等於112 所以B可能是1C是2 或B是2 C是1 所以 ABC 可能是 E1 2 或121 可以嗎 然而這不是正確答案 因為呢 其實 112 就是1 112 而112呢 也可以說是 112 也就是有1有2 而且一定要有1有2 一定要有1有2 所以你也不能都是1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 他是1122的話 你會發現他BC都是2 所以最後的答案會有 5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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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集合A可能有幾種呢 2種 你不要想說這不是很多種嗎 1 2 3 沒有 這就是都算1種 所以集合A有2種 而ABC會有5組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知識 就是說 集合裡面的元素 對調順序沒有差別 重複也沒有差別 這件事情 所以像我在作業裡面 就有出這一題 說如果A是這樣一個結合 然後說 1、2包含於A 代表1跟2是A的元素 那也就是ABC裡面有1和2 然後呢 集合3、4屬A 所以這屬於喔 所以集合3、4是A的元素 也就是說D1是集合3、4 集合D1是集合3、4 然後這裡強調一個A有8個子級 A有8個子級代表什麼意思 A有8個子級代表A有3個元素 因為你的子級數目是元素2的N次 所以A2的3次是8 所以A有8個子級代表A有3個元素 我現在已經知道A有一個元素是1 一個元素是2了 還有一個元素是集合3、4 就沒了嗎 也就是說怎麼樣呢 其實BCD 我這裡寫的BCD是 你看它這裡有等號 是有重複的 也就是它其實就是用1和2組成的 那注意喔 1和2都要有 所以它只能夠是2個1、2或者是1個1、2個2 也就是它只能夠是1、1、2或者是1、2、2 可以嗎 那D1 3、4屬於A 所以D1是集合3、4 它就是3跟4 可以嗎 可以嗎 那你的代表數據都鎖住了嘛 所以其實這一題的答案就是2組 就是這2組 這樣可以嗎 那其他的作業一樣 就是上網可以找到IG或者是FE 可以找到他們的答案 好啦那我們排列組合的課程到這一集就正式的交完了 那這一隻是我兒子 他是五味熊 他的大鼻子是我5歲的時候撞掉的 所以我媽幫他縫了一顆扣子 所以他現在已經30幾歲了 那這個他就是熊老師啦 我是有熊老師 他是熊老師 那麼我們這堂課就上到這裡 這樣吧 好了 好